2023年,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20.7亿件,比上年多了200多亿件,同比增长19.4% 回顾双11期间,仅当天就有6.39亿件快递被揽收 你可能很难想象,快递在送到我们手上之前经历了什么,什么又是中国物流速度 2023年,快递还有这些新鲜的打开方式 地铁配送、公交配送成为新趋势,无人配送逐渐成为新时尚 快递进村路部,全力打通快递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我们还看到,广袤的世界版图上,国际物流大通道正加速延伸 在1320.7亿件快递中,有30.7亿件为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,以上年增长52% 自2021年以来,我国快递年业务量连续三年突破1000亿件 此次创纪录的首次突破1200亿件大关,凸显出我国快递市场繁荣活跃 发展滞效不断提升,展示出中国消费市场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 为稳中向好的中国经济写下生动度角